大家好 关于萨德这个事情这两天很火 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就是韩国的乐天集团转让了一块地皮 用来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 在聊这个话题之前 我想先对一个网友的提问 做出点回应 就是两天前咱们在聊国防大学政委 刘亚洲去职这个事情的时候 说到红二代的将领们 正逐渐从军队的领导层退出 就有网友问 既然习近平刚上任的时候 红二代被认为是支持他的基本力量 为什么他现在要毁掉自己的这个基本盘呢 我的看法是 之所以红二代在几年前 被认为是支持习近平的基本盘 是因为红二代们认为习近平 比起胡锦涛江泽民来讲 会更加热心的维护这个江山的红色统绪 所谓红色统绪 就是指中共刚建政的时期 那一批元老功臣他们的后代继续支配这个国家 其实红二代他也是一个很宽泛的群体 他每一个人的想法也各异 是吧 在意识形态和具体利益上分歧也不少 不过总的来说 在这个群体里面 他有个主流的想法 就是应该让红色血统继续支配这个国家 而在他们心目中 习近平只是比较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 在他们心里 这个红色血统是第一位的 并不是把习近平摆在第一位的 相反他们当中有许多人 觉得自己和习近平是平辈 他未必心里面会多高看习近平 未必会对习近平有多福气 而那些出身韩威 没有什么背景的官员 相对来说 肯定对提拔他们的领导更贴心 所以对于当政者来说 一般他也会更喜欢提拔那些 没有什么背景的人 所以我们看习近平只要地位稳固了 就会试图削弱红二代这个圈子 其实这几年反腐当中 也没有太触及到红二代这些人 至少在人身安全上没有动到他们 只是逐步的让他们 从关键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那这种做法对政权 是有利还是有弊 就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了 如果发生导致这个 共产党政权整体危机的事件 当然那红二代们 如果占据权力的药金 是吧 把关键权力把握在手里面 他们维护政权的态度 会更加坚定 而后起的那些官员呢 他没有那么多家族渊源要维护 也缺少这些红色情感的羁盼 所以态度就不会有他们那么坚定 但是你真让红二代们势力做大了呢 他们也会出于同样的理由 出于这些家族渊源 出于自己过去的势力地盘 而阻碍习近平集权 因为他们资格牢底子厚嘛 所以气势也比较强横 也不太容易指挥得动他们 斗争中呢 又不好拿他们开刀 所以顾忌就比较多 现在习近平做的看起来啊 就是杯酒士兵权 陆续请他们走人 安全的养老 当然这种状况 并不是红二代们对习近平的期许 所以他们之间产生一些嫌隙 有些矛盾 也是难以避免的 那现在就来说萨德这个事情 韩国的乐天集团 转让了他拥有的一块土地 给韩国政府 就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这个事情的进程加快了 这个事情好像共青团很上心呢 我今天看到有人在网上贴出一条消息 说是某市共青团团委的宣传部 一个联络人 他要求团团发展的这些网评员们 对乐天集团这个事情 要积极的评论和转发 每个单位不得少于五条 参与的情况还要纳入年终考核 看来他们这个组织运转 还蛮严密的 所以我估计我们评价这个事情的视频出来以后呢 可能也会有团团来跟贴评论 那中共政府的外交部 他的语气看起来也很强烈 就警告 这引起的一切后果 要由美韩方面来负责 这里的关键词就是一切后果 那就暗示这个事情肯定是要有后果的了 北京一定会采取一些反制手段的了 那我看今天BBC上还有篇文章 他就提出这么个疑问 说这个萨德导弹一旦部署了 会不会引发新的抗美援朝呢 那我的看法当然是不会的 在这一轮反萨德的舆论动员里面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美国不再是主要攻击的目标 目标变成了韩国 针对韩国的相当一部分舆论火力里面呢 又是针对乐天集团这个企业的 其实在我看来 这已经是一个暗中的妥协 在下台阶了 之所以调门很高 主要是国内宣传的一种惯性的延续 就是萨德导弹的每一步进展 国内都要有一个舆论的回应 你说一下进入到这么一个关键的阶段 国内突然没有声音了 那能行吗 那当然是不行的 所以要把韩国政府和乐天集团 作为主要目标 而实际这件事情的真正主角美国 反而被淡化了 要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是在抨击韩国政府和乐天集团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国务委员杨洁篪正在美国和 美国国务卿迪勒森谈所谓的建设性关系 杨洁篪此去是为了和川普政府搞好关系的 不是为了搞差关系的 现在对北京来讲 第一重要的还是每年和美国那几千亿美元的外贸顺差 不要被川普一下子挤得缩水很多 所以关于萨德这个事情 我认为中共最后还是会接受它的存在 所以讲所谓新抗美援朝 直接军事对抗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了 但是会不会有一种隐蔽形式的抗美援朝呢 就是说你美国部署萨德 好 我不明着跟你干 但我暗中又给朝鲜放水 我又给三胖输血 支持他继续搞导弹和武器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我们看到朝鲜的副外相也是刚刚去了北京 其实我们讲你说暗中给朝鲜放水 这事有和没有对川普政府来讲已经不重要了 几天前川普政府刚刚拒绝了给朝鲜的访美代表团发签证 就证明川普根本没有意思要和朝鲜谈 在早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个视频里面也说过 就是华盛顿邮报放风 说美国的前任官员可能会和朝鲜代表团先尝试接住谈判 就是说美国在华盛顿有人在推动这件事情 而现在川普明确表示不接受这个方案 所以到今天呢 看川普的战略确实是比较简单明了了 就是解决朝核 这就是你中国的事 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够 就是美国和韩国日本这些盟国继续巩固和提升安全合作 别的一概不管 说你北京又在暗中支援朝鲜了 又给朝鲜放水了 无所谓 他川普只看一件事情 就是只要朝鲜的核计划还在进展 那就证明你中共没有尽到责任来约束你的小兄弟 在经贸问题上就别想讨得便宜 总之 这件事情就是你和朝鲜之间的事情 你们去商量解决 所有的矛盾都是你们之间的矛盾 矛盾不要往我这儿推 我也不接招 在这世界上谋略是比不上定力的 只要原则定了能坚持下来 其实这事情也就简单了 结果也就比较明确了 所以只要美国坚持不和三胖谈判 那么压力就会回到三胖和北京这边 那你说让三胖放弃核武吗 放弃核计划吗 这就跟让他挥刀自攻一样 把自己的命根子割了 肯定很痛苦 这不太容易做得到 那么北京要不要给三胖放水呢 在暗中帮他一把 捞他一把呢 那你让这个朝鲜这个核计划停不下来 那你就要承受中美之间贸易关系上的损失 那么彻底放弃三胖呢 那三胖的全部怒火 就会转移到中共这边来 同时也有中共高层的意见分歧 所以到这一步呢 还真的是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野 所以咱们看看他怎么发展吧 但是凡事有个开始总要有个结尾 最后在朝鲜核问题上总归要有个抉择 那么最后再想谈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萨德这个事情 中共反应会那么激烈呢 要知道俄罗斯在这个事情上反应 和中共相比较的话 它就有差异 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追问的问题 要知道南韩部署萨德系统 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来讲 那也是个威胁啊 因为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也在它的雷达探测范围之内 而且萨德也在东欧部署 就是对俄罗斯来讲 它反导系统形成了对它的东西夹击之势 它的安全形势其实还要更高一些 当然俄罗斯也反对 它的某些官员说的话也挺狠狠 但是远远它没有中共的调门高 它其实并没有把这个事情 上升到所谓冒犯核心利益的高度 在它的实际行动当中 也没有把这个事情 当成一个外交大事来交涉 所以相比起来 它比中共的反应小多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 那么我想对这个问题 可能需要更多的资料来研究 我目前的一个初步看法是 当然中国大陆的核武器比起俄罗斯要少很多 特别是洲际导弹数量要少很多 能够威胁到美国的这种洲际导弹数量要少 所以对这种有限的核威慑力量来讲 萨德系统的抑制作用就更明显了 这一点是这个理由是比较明确 再有一点恐怕是中共不愿意承认 也不愿意谈的 就是质量问题 就是中共的远程核武器远程导弹 这个技术远远没有它自己宣称的那么先进 它不太有信心能够突破萨德这种反导技术的拦截 所以萨德才构成了对它核心利益的挑战 那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